当地时间4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在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接受传讯 3号也就是传讯进行的前一天 央视记者在纽约街头看到 出于安全考虑 法院周围已经是设置了许多路障和防护栏 4号纽约警方还会对法院周边道路进行全面管控 在我身后就是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 在当地时间的4月4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在这里接受传讯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为了应对这场传讯的到来 纽约市计划在4号当天封闭曼哈顿下城的多条主干道 而法院周边的道路也将被进行全面的管控 就在刚刚我看到 法院大楼周边已经做好了防护措施 不光是在法院周围 距离法院不远的纽约市议会 也被做了严密的防护 整个建筑被防护栅栏围了三层 之所以这样戒备森严 是因为特朗普上月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 一旦自己遭到起诉 美国可能会出现死亡与毁灭的场景 他还要求支持者组织抗议 这与2021年1月6号 国会山骚乱事件前的动员如出一辙 纽约市执法部门表示 已经进行了周密部署 纽约市一切就绪 4号的传讯定在下午举行将持续15到30分钟 法官将宣读对特朗普的指控并邀请其认罪 此前据美国多家当地媒体报道 特朗普的起诉书中可能包含30多项 涉嫌商业欺诈的指控 但具体内容不详 其中涉及情节较为严重的罪名是 伪造商业记录和违反选举法 一旦罪名成立 特朗普可能会面临最多四年的刑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有60%的美国被调查者赞成起诉前总统特朗普 据报道 特朗普已经于当地时间3号下午抵达纽约 在4号接受传讯后 他将返回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在那里向其支持者发表讲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